亚裔族群要成为美国的消费主力了吗 根据全球知名的市场研究公司尼尔森的最新报告 亚裔美国人的消费能力在一年内成长了超过500亿美元 预测到了2018年更上看1兆美元 调查人员还发现亚裔美国人重视产品的质量 对于品牌有忠诚度非常的高 在有机食物跟护肤品还有高科技等方面 出手也很大方 美国亚裔人口在2002年到2014年之间 快速增长将近一半 也连带让亚裔消费力迅速上升 全球知名市场研究公司尼尔森公布最新报告 发现亚裔民众的消费能力在去年达到7700亿美元 比前一年增长了7% 到了2018年更有机会达到1兆美元 报告还指出亚裔民众不仅消费能力强 还有许多消费特点 报告指出亚裔美国人因为接受了亚洲美国双文化的洗礼 加上许多亚裔家庭是多代同堂造就了非常多元的消费内容 不仅在有机食品科技产品方面花钱不手软 也更愿意投资超过20美元的红酒加酿 实际上虽然亚裔民众购买力强 但因为市场上的相关调查寥寥可数 导致主流市场忽略了这块亚裔大饼 这份名为亚裔美国人通过文化连结创造未来的报告 也首次针对新世代的亚裔女性进行深入研究 发现她们在护肤品方面的花费 比其他族群多出了70% 年轻的亚裔女性对品牌更忠实 也更善用折扣券 这份尼尔森报告涵盖了社区市场和媒体行业 渴望帮助广告行销公司以及主流厂商 更好地了解亚裔市场 东西新闻马力亭银行玩洛杉矶采访